我們來討論這個1對1函數 什麼是1對1函數呢? 就是說 這個A裡面的每一個元素 在B裡面只有一個元素讓它對到 像這種的 這個我們叫做1對1函數 就是說 對於所有的X屬於A 存在而且唯一 我們之前的話沒有唯一 我之前的話就只要有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一定要唯一 存在而且唯一的Y 存在唯一Y 這個屬於這個FA 屬於植域 然後使得什麼呢? 使得這個Y等於Fx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E對1對應 這句話 它跟什麼等義呢? 它跟這個等義 它跟這個等義 對於所有的 就是X 就是說 定義力上面的 任何元素 任何兩個元素 只要這兩個元素不相等的話 在這裡就不會相等 對於說的S1 S2 如果S1不等於S2的話 則 F S1 它就不會等於Fx2 我們就舉個例子 我們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 如果像這種 像這種的話 這個是一個函數沒有錯 不過的話 這個時候 S1不等於S2 但是 Fx1等於Fx2 這個就不是E對1 只要這兩個元素不同的話 這兩個元素就不會相同 那這樣的話 就是E對1函數 這樣講 這樣講的話 跟這樣講 是怎樣的 那這句話的話 又跟什麼一樣呢? 我就取這個 取這個敘述 它的什麼呢? 火力命題 取這個火力命題 就是說 對於所有的 S1 S2的話 那個 F S1 S1 跟 Fx2 如果一樣的話 那麼 S1 跟 S2 一定會一樣 也就是說 這裡的話 這裡 這裡 就是說 這個比如說 F F 那個 S1 就 這兩個如果一樣的話 這兩個一定要一樣 不能說 這兩個一樣 它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像這種 像這種 像這種的話 就是 F1 跟那個F2一樣 對不對? 但是喔 但 但什麼呢? 就是F1跟F2一樣 但 1 1 跟F2不一樣 那這個就不是1對1對1 那這個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1對1 函數它的定義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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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